大家好朋友们 1月4号2022年啊 我这舌头老捋不顺 老想着还2021年呢 礼拜二下午16点43分啊 陕西省的疫情扩大了 虽然啊这么的没有人性的啊 这么的这个穷凶极恶的 这么的一刀切啊 这么的劳民伤财 有大量的人在那挨饿啊 完了这个 然后这个这个安置的条件 这么的差啊 但是还是扩散了 给大家看看 这有视频 再看看 先把这个倒订了 就是要是上运的 我都会在那里 我发现了 这个 结果 结果 就是这个 跟上运动 来 现在 我这个 其实 我来 我来 我去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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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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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这个红袖章了吗 这个红袖章我看到了啊 那个写的是马尾 一声尾二声尾 马尾 马尾一坡 这个这个街道办的什么巡防员叫什么啊 这个这个地儿在哪啊 在这个陕西省 咸阳市 咸阳是个地级市 下边的星平 原来叫县 现在叫县集市 马尾坡 马尾坡 上面一个山 下面一个鬼神的鬼 山鬼 为马尾坡 现在这个地儿叫马尾街道办事处 这个地儿是谁啊 当年杨贵妃啊 祸乱朝纲吧 是吧 杨贵妃被刺死的地方啊 因为这个军队要滑遍了 要造反了啊 他们家这个老杨家搞得太过分了啊 当然也有人说杨贵妃没死 说这唐明皇没舍的把他勒死 然后说他跑到日本去了啊 当然这都是传说啊 但是现在看来啊 这个西安的疫情扩散了 前两天这个河南的宇州啊 我有一个口误 我说成了宇城 宇城是从济南往德州去的路上啊 那个是宇城 河南这叫宇州 过去叫宇县啊 这个我们看看啊 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哪 我们了解一下这个 这个咸阳 咸阳这个星平啊 我看看他离西安有多远 这个星平呢 在这个关中平原的腹地 就是这个红的这个位置啊 在咸阳的位置 他离西安很近 距离西安市区只有40公里 距离咸阳市区20公里啊 那就是西安到咸阳 一共才60公里啊 93年的时候成为县级市的 这个县他面积不大 市长叫贺建权 书记叫张云哲 面积只有 有不同的数字啊 有的数字说他有496 有的说有508.94 反正就500平方公里左右啊 人口有的说50万 有的说56万啊 都是在维基百科 就两个数字啊 他南边和西安的护县 还有周治县隔着渭河 昨天我发的那个节目 那个视频 有三个人煮着棍 从渭河里边蹚过来 是吧 为了躲避西安的这种防疫 他们也没钱 14天让你自己掏钱 这不跟抢钱一样吗 抢劫要你5000多块啊 周治就是出猕猴桃的地方啊 东边是咸阳的秦都区 秦朝的都城 就是咸阳啊 然后他有八个镇 庄头 汤房 桑镇 南卫 南市 富寨 丰仪 赵村 八个镇 有五个街道办事处 东城 西城 殿章 马维 和张无啊 很多地方都有东城区 西城区 都叫这名啊 咸阳的历史可可早了啊 非常早 原来叫废丘 犬丘 史平 怀里 金城 秦末 秦末啊 这个项羽三分观中 立张汉 张 汉 汉丹的汉 为拥枉 拥枉啊 建都废丘 就是现在的星平 这有好多名人 有秦妃子 李广 这叫耿义 叫耿什么 上面一个合作的盒 下面一横 一瓶 一竖 马元 好像是汉朝名将吧 班 班招 班招 不是班超啊 班招 啊 是班彪的女儿 班固 班超之妹啊 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历史学家啊 还有一些将领啊 有一个国君的著名的将领 有马超 还有马超啊 有马君啊 马苏惠 刘锦 刘锦是明朝大太监吧 魏野仇 共产党的一个人 后来死了 被国民党杀了 张含辉 刘玉璋和张艺阳啊 还有一些可以旅游的地儿 有汉武帝的墓 叫茂陵 杨贵妃的墓 啊 还有霍驱病的墓 还有这个马维义啊 这个我对刘玉璋比较感兴趣 刘玉璋 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 戳号刘光头 1903到1981 活了77周岁 哎 长这样刘玉璋 哎 刘玉璋有很多这个艺文趣事 可以回头再聊啊 还有一些风流运势 哎呀 扩散了啊 扩散了 病毒可不听 省长省委书记的啊 病毒想怎么干怎么干 是吧 他有他的规律 哎呀 这种行政指令瞎胡搞 哦 你说谁刚才说的 怎么办 是